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毅博五官虽然没有很精致,但凑在一起,还怪好看的。 王毅博五官虽然没有很精致,但凑在一起还怪好看的,我最喜欢他的嘴巴笑起来很甜,重点是皮肤好素颜也很能打。 整体形象就很棒,在五官没有加到的分在气质这一块拿捏得死死的。 给人一种偏高冷,不会刻意去迎合别人的感觉,还有一点酷酷的拽拽的。 而且王毅博身材比例很好,最最吸引我的是他的衣品,是我喜欢的穿搭。 外加上跳起舞来,摩托车标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在发光。 当你粉上他逐渐了解他之后,你会发现王毅博很奶盖,很甜,很可爱,很煞雕,很画牢,高冷是我对他最大的误解。 真的反差萌,但是这一面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王毅博把王二博保护得很好,他只会在很亲近很信任的人面前才会把王二博放出来。 他绝对有能力跳舞很不错,演技也可以。 最起码我看陈情令我觉得很可以,一态很好,之前有一位大佬做过图,把很多个白衣古装角色和另一个男明星放在一起做比较。 王毅博的《蓝忘机》也在其中,不是最好看的,但也绝对不差。 还有附加值高主持,还有他的各项爱好,都是很好的点,凭借这些也格外圈粉。 他有很多选择,很多条出路,他并不是完全靠粉丝的爱豆,他的发展前景特别好。 还有,年轻还有一点,在跟他相近的这些男明星里面,王一博是非常出色的,不跟以前的流量比,就在他们这一波里,他属于非常强的那种。 有人觉得他是靠陈情令一炮而红,运气好,可是连轴工作晕倒在化妆间的是他,手上全是针眼事后却说生病了吗我不记得了的是他,十几岁说着我是甜甜,甜过初恋,却被人在舞台上泼了一身红油漆,回家还被系了血衣的还是他。 21岁生日出镜被说到哽咽的是他,25岁手机被私生饭打爆的是他,被八天八夜暗头恋爱的还是他,可是他明明也是个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而已。 他会穿着可爱的玩偶服在商场和来往的孩子拥抱,他会在遇到聋哑人的时候温柔地为他指路,然后感慨我们的幸福都来得太容易了,他会把粉丝的信牢牢抓在手里,笑眼盈盈地认粉丝的名字。 王一博罕见代言进入节目,路透照曝出粉丝疯狂了。 近年来娱乐圈中走红了非常多的男明星演员,凭借一个角色就圈粉无数并且爆红的也大有人在。 接下来咱们要说的王一博其实就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想必大部分观众熟知他应该都是在天天向上这档综艺节目当中吧。 刚加入天天兄弟团的一博还非常的青涩,录制节目过程中都不怎么说话也不和嘉宾互动,镜头自然也很少,不过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如今的王一博已经彻底大红大紫了,要说真正让他爆红的一部影视剧作品,那绝对就是陈情令了。 陈情令这部作品让大家发现了王一博这位颜值与演技并存的宝藏男孩,其实蓝战这个角色真的很难驾驭,但王一博却将这个角色诠释得非常到位,现实生活中的一博也很招人喜欢,有裤盖的一面,也有奶蒙奶蒙的一面,这样可言可甜的一位男明星谁又会不喜欢呢? 走红后的王一博资源片约一直都是非常不错的,他陆续主演了非常多的影视剧作品,之前播出的尤匪就是非常受大众欢迎的一部古装剧,除了拍戏,王一博也有一直参与录制综艺节目,天天向上应该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档了,一博如今的主持风格也越来越自信了。 王一博被曝带眼镜录天天向上 近日王一博罕见的戴着眼镜录制了节目,深夜录制天天向上下班被偶遇,王一博带眼镜录节目的路透照就被曝出了,果然是人靠衣装马靠安娜,换了一个造型之后,感觉他整个风格都有了非常大的转变。 王一博新造型略有禁欲系男主内卫 从路透照中可以看见,王一博穿了一件蓝色的衬衫内衬,外面则是搭配了一件黑色的毛衣,整套造型让人觉得很文质彬彬,这个眼镜真的可以说是整个造型的点睛之笔了。 不知道为什么,戴上眼镜后王一博瞬间有了一种禁欲系男主角的记事感,还有点像并交男主角。 路透照中王一博的侧眼也真的是帅出新高度了,他本身五官就非常的精致立体,既然眼镜遮住了三分之一的脸蛋却还是丝毫遮挡不住这超高的的颜值,不由的想问一句这么完美的五官比例是真实存在的吗? 高挺的鼻梁感觉都可以滑滑踢了,王一博的脸型也非常好看,感觉小到用一个巴掌都能完全盖住了。 这组路透照报出后,粉丝们都疯狂了,纷纷在评论区评论道,啊呀呀呀呀呀救命呀,王一博快来救我。 王一博戴眼镜帅呆了,高中生吧,太喜欢这个大男孩发型了,绝了绝了酷盖,从大家的评论中都能看出王一博这个造型到底有多惊艳了。 不得不说王一博的颜值真的很抗打,即使是完全无美颜滤镜的路透照都还是这么的帅气,而且他的皮肤状态也很帅气,戴着眼镜不小的时候像是漫画中走出的高冷男主角,一笑起来又让人觉得像是学校里的阳光帅气暖男学长。 这样的漫思男造型谁能扛得住呢? 看了王一博这个戴眼镜的新造型,大家都有没有被帅到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